这个愿景站开幕仪式简单隆重 除了技用市长林又昌 独发出长曲艳新 重要的社区营造产观学代表 以及文史人士都齐聚一堂 共同来为这个愿景收集站的启用祝福 非常多在地的声音的一个参与 才有办法真的把这些事情 一步一步把它推进 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也不是一触可及 更重要的这个过程需要大家的帮忙 因为需要各位跟更多的民众来做沟通 来做互动 来做说明 来做参与 这个才有办法让这整个地区未来 如果万一碰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万一碰到困难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起来突破跟努力 这个就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的动能 跟新的社会的力量 而不是单单靠市长的一个指示 或者是市政府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想法而已 看到近期这些绿色的点 其实一一还有一些绿色的点可以慢慢起来 这大概是这八年市府在做的一些 看到的建设 可是看不到 其实背后看不到有这个渔港的计划 也有看不到的后面还有一个都市计划 这些东西是下一步我们必须被调整的 那每栋房子要怎么盖 每栋房子要怎么使用 它跟邻居要怎么样去互动的事情 就在这个愿景馆 我们希望慢慢收集大家的资料 然后进入我们下一阶段 在都市计划跟建筑管理里面的一些依据 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们这边有什么文史这么棒 可是哪里可以看到它的简介 或者是有那个书 或者是给他们了解一下 人家以前说南安平北社寮 你看安平都人家一进去就知道 人家古迹在哪里 那我们社寮岛 你要找一个要看它的那个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管事真的很棒 是给一个游客 游客来就不是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你进来看这个管 知道哪个地方 像诸生教堂 还有什么ABC 我们和平岛的一些的古迹在哪里 在哪里它就叛成了一日游 还有我们和平岛又有那个 很棒的一些的地质公园 对不对 还有古迹就人文 还有我们的产业 所以我们这个岛上 叛成人文地产景都有了 然后来这边的话 当然你就看了之后 还有附近还有很多 那个有名的小吃 比如说七骨啊 它当场建靠 或是到河平岛里面也有一些 那种江土的那种小吃 甚至江土小吃附近啊 还有说那个海洋民族的庙 比如说王传的瑟琳庙 或是拜妈祖的妈祖庙 这都是参观 甚至我们这边还有 那个天泽宫的那个观光庙 这个东西就是让你可以花一段时间在这边好好体会 因为除了这些看了警户的话 它后面有超多的人 因为它港口来自各地的地方 包括早间四百多年的欧洲人 然后最近两百多年的东方的这边的人 就在这边 经过产观巡的努力 正密渔港周围 已经成为基隆人文观光的亮点 未来需要地方更加努力 让正密渔港狼带成为北台湾文化最有特色的园区 带给地方更多商机跟幸福感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